人们常说 一餐食便是一场休息 一食一味 一餐一清 让我们随即而始 感受自然的馈赠 一起寻味 黄小厨的春夏秋冬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 黄小厨的春夏秋冬 这一季的最后一集 非常的感慨 到了夏天 终于到了真正的结束的阶段 畜蜀 但是通常大家喜欢念雏蜀 所以雏蜀 也就是初蜀 彻底离开了蜀 离开了最炎热的季节 所有的秋收 也基本都完成了 所谓叫秋收冬藏 很多的食物都开始 进入一个储藏阶段 比如说我最喜欢的葡萄酒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品尝到 刚刚榨出来的葡萄汁 还没有到葡萄酒 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尝到最新的 还没有进到橡木桶的薄酒来 新鲜的葡萄酒 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中 到了这个时候 也是一个五颜六色的季节 还有各种各样的瓜葡萄酒 桃什么都下来了 这个顶花带刺的黄瓜已经少了 过了夏天了 黄瓜开始变老黄瓜了 老黄瓜就没那么绿了 刷点绿器还可以 我觉得是在整个的24季期当中 在这个阶段是一个转化 感觉变化最强烈的一个季节 慢慢的这个薯气退掉的时候 人是很舒服的 像退掉了一层那种很沉重的一个气在身上 那我们在儿时有个印象 其实这个食物在今天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要有的话也是这个来自于意大利的 包装好的意大利的番茄酱 那我们小时候其实在北方的孩子 都会有这个很强烈的印象 就是我们都做过西红柿酱 这个不是番茄酱 而且那个时候西红柿搓堆买的 搓堆买的 堆满了 那几分钱已经每家都会把西红柿买回来 一家人围在一块做西红柿酱 本节目由妈妈爱做 孩子爱吃的康师傅鲜虾鱼板面 独家冠名播出 轻能在手 美食无忧 本节目由管理体重小神器 三元轻能优烙乳特约播出 这个做的非常有意思 首先你得有这瓶子 这瓶子可厉害了 这瓶子可不是一般的瓶子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 可以密封的密闭的瓶子 那时候瓶子很简单 只有一个点最密封的 就是医院的那玻璃瓶 点滴瓶 葡萄糖的 或者什么胜利盐水的 瓶子家里都是收藏的 弄个二十瓶三十瓶 跟家里边存着这瓶子 一到了这个时候拿出来了 干嘛 煮瓶子 把瓶子煮得这样 里边煮的无菌 尽量干净煮瓶子 然后把西红柿烫了 烫完之后 把这瓶去了 把这西红柿切吧 开始往这个瓶子里塞 印象中就永远有个小朋友 在这儿够着帮着一块弄 然后每一家都围成一圈 在这儿往里边塞那个西红柿 拿筷子塞 要塞得尽量满 一点空气都不能漏 满满当当的 再把这个橡胶这个塞子 给它塞住 确保里边是完全是 这个密闭无痒 比如说谁家里西红柿酱 塞得不是那么好 里边漏了点气 这点空气都不得了 它就在里边就发酵了 这个西红柿酱就成为一个炸弹 经常在有的家里 晚上车睡觉觉 就砰一声 一瓶西红柿酱就爆了 那个景象是非常精彩的 崩得满屋全是西红柿酱 你乍一看 以为他们家出什么重大事故了 满墙都是血的感觉 全是西红柿酱崩到墙上 但是那个小时候在冬天 大白菜土豆 突然能做个西红柿的面条 或者是凹白菜手里边放点西红柿酱 那就觉得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真的就把那个夏天的记忆带到了冬天 把那份美丽的粉红色带到了一个寒冷的冬季 白色的冬季 我们自己小的时候 在不同的季节去吃到了 另外一个季节的东西的时候 就会觉得有一种上天的恩赐 一瓶西红柿酱 从童年开始 一点一点把它放到那个 生理盐水的瓶子里面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食物了 这些瓶子也是医疗的垃圾 可是我们在记忆中 依然还有一个储藏空间 那个储藏空间 可能存的不光是一瓶西红柿酱 还有整个我们对美食的记忆 对家的记忆 对传承的记忆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像我们这样 断断续续做了一个季节的 这样的黄小厨的春夏秋冬 我们跟大家分享了粽子 蛋炒饭 面条 这个烤串 还有饺子 每一样菜都是按照食令来 这些普通的食物 就像我们一年年的生活一样 带着一份美食的感受 美食的记忆 人就会一点点这样去长大 一点点往前走 为什么有这么个节目 我自己有这样的心愿 想用对过去的记忆 对最基本的食材的记忆 跟大家分享 也是做一个储藏 莫千嘴纳 枪材刀 呱 呱 呱 温哥的一只兔 额 我做饭经习惯 到喜欢自己拍自己 这种鞭策自己的感觉 小猪儿看这节目非气死我 干嘛一直欠我 每次你做出一个特别棒的东西来 小孩也觉得说 哇塞爸爸太厉害了 哎呀 我好久没回家了 真的挺想家的 中国人用美食的方式 在不同的节日做情感的交互 我觉得是对于这个传承的一种延续 可能中国人不会说我爱你 但我们会用一顿美食 用一些美好的日常的方式 去传递我们的爱 所以在黄晓厨的世界里面 在黄晓厨的春夏秋冬当中 去感恩这些最好的方式 就是为他做一顿饭或者做一道菜 黄晓厨的春夏秋冬 带给大家一份季节的礼物 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个 不断地向新的一个阶段 去前行的一个动力 可以让大家一起去感受美食 加分享 然后爱 这样给我们的那些感动和快乐 这个季节 这一段黄晓厨的春夏秋冬结束了 我们很希望可以在之后 继续跟大家做这样的交流 我们可能讲的是美食 也可能讲的是分享 也可能讲的就是爱 想吃吃吃的的西红柿酱 要等到冬天才能吃 可是现在我就想吃西红柿面 怎么办呢 妈妈 一定有办法 小虾创意吃法时间到 蕃茄蛋包面 哇 蛋蛋仔 我们又见面了 嗯 好香啊 满屋子都是鸡蛋的香味呢 妈妈煮面 好像在变魔法 三分半后有惊喜哦 哇 今天的面好不一样哦 全部都是我爱吃的呢 简单的面 像被妈妈吃了魔法一样 吃起来好有趣呀 以后妈妈还会用面 变出什么新的魔法呢 我特别爱吃粽子 蛋炒饭 休息炒鸡蛋 你怎么咽口水呢 那棒 哎呀 想想都好吃 羊肉串 理想 你说的理想是灯都灭了 你说的理想灯都灭了 理想 理想灯都灭了